最近来到吉吉镇游玩的游客都发现到 有许多大同宝宝花灯、早行吸睛 吸引许多游客驻足拍照留念 公所也特别举行大同宝宝游吉吉系列活动记者会 活动时间为7月15、16日 即21至23日共同天假期 欢迎民众游吉吉王闯关、摩采送豪礼 让吉吉成为暑假旅游的热门景点 为了迎接暑假的到来 吉吉正公所与大同公司合作引进大同宝宝游吉系列活动 同时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在镇上设置八座大同宝宝花灯 同时与吉吉火车站周边办理主题信闯关活动 大同宝宝将变身为快闪关注 邀请民众参与一场逃脱现实的怀旧之旅 透过闯关、摩采、送主板向好礼 活动期间早上还有大同宝宝现场调地板舞与民众互动 届时将成为全台最大的闯关游戏城 也是暑假期间最吸睛的观光盛会 这边除了准备了五个闯关的关卡 那你只要在五个关卡之中呢 那通过三关就可以换得一些大同的纪念饼 以及摩采券 那摩采券呢 总共有150项的大同的电器的这些产品 那五个关卡呢 包括跟大同宝宝的花灯拍照打卡上传 包括吉吉正公所推荐的景点 拍照打卡上传 包括这次活动合作的这些小吃店家的拍照打卡上传 那等等 那总共五个关卡 你只要选三项 还有一些游戏 比如说区别游戏 比如说泡泡足球 你就 你在五个关卡中通过三关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品 那除了奖品之外呢 那在现场呢 大同公司呢 也会不定期的有公仔的互动 包括拍照 包括一些表演 都是可以期待的部分 观光处副处长林秀梅表示 吉吉正是许多民众到南投必有之处 此次公所与大同宝宝结合 退出暑假闯游戏系列活动 一定会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旅游 2017南投灯会 大同宝宝在我们南投的灯区 有几个十个的那个大同宝宝的那个花灯 那在我们整个灯会结束之后呢 由我们政公所这边来任养 那大同公司这边来做维护 那会放在我们吉吉正几个角落 比如说火车站武昌宫 还有我们吉吉的那个驿站 这边有好几个地点 那我们希望游客呢 可以来白天来我们吉吉游玩 那晚上可以来观赏花灯 大同公司资深经理和民方表示 此次活动有三个第一 分别为企业与地方政府一同推动观光 吉吉正名全体支持活动 以及大同宝宝公仔当快闪关主等三项第一 这个活动呢我们创下了三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也就是说企业来带领了 企业来带领了整个商镇的地方 地方观光然后地方跟这个企业一起合作 那第二个第一也就是说全镇的证明呢 大家一起合力来促成这个活动 然后一起来让这个活动能够成功 所以是这整个活动是由全镇的证明 而且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支持 那第三个第一也就是由这个台湾的在地的公仔 也就是大同宝宝来作为总观主 然后来促进这个地方的经济繁荣 我们希望能够经由这个企业 还有大同宝宝公仔 还有这个全镇证明的大家的努力呢 都能够来创造这个观光的奇迹 吉吉正公所表示 今年暑假大同宝宝首开企业与乡镇的合作先例 与吉吉正全镇联合 一起借由游戏的方式 促进地方观光与在地农夫市集 从7月15号开始 大同宝宝化身为快闪关主 将吉吉正变身为全台独一无二的闯关游戏城 让2017暑假的吉吉之旅 饶富创意与乐趣 大同宝宝由吉吉